拆三个鼠标啊 这都是各路粉丝寄过来的 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下 G15应该叫利兽 利兽 之前我没听说过 这个我听说过 这个炼玉葵蛇 这个我听说过 这个又是个没听说过的 造型非常的浮宽 G9工程师 第一次见 第一次听说 先拆它 先拆它 首先感到意外的是 有这么一个大的配重块 手感不够 铁来凑 纯金镀银的铁块一个 先把上一层打开 看一下微动开关的品牌 华诺 这个是国内专门生产 微动开关的一个厂家 好 下一层 看一下它这个光电引擎 A5050 这个是个相对低端的光电引擎 然后看它主板上的微动开关 还是华诺 然后下一个 葵蛇精英版 这个橙色有点战损 两边这个都掉了 这下面没螺丝 在这个位置感觉有磁力 和刚才那个不是一个级别的 顶部的两个按键和侧边两个按键的微动开关 但是这个品牌我没见过不认识 CF 这个有认识的评论区里边 弹幕里边 介绍一下 左右键的微动开关是欧姆龙 光电引擎 3389 这个在薯装里边就算是高端的了 它这个DPI应该是非常高 这一看是大厂货 大厂设计 大厂制造 大厂的气质 下一个 甲乙饼 这九工程师 小白测评的狗蛋 去年给我寄来的 这个线能拔 分体式设计 先看一下这个东西的造型啊 它用了这种牛仔裤设计 模拟这种线缝的效果 前面这 像什么 我想不到 反正不像鼠标 感觉 各个细节都很浮夸 OK打开了 这个感觉挺 挺收音机 里边这个线的颜色 五颜六色 分了上下两层 每层都挺大 里边也是 手感不够 铁来凑 先看上一层 中间这个滚轮的微动开关用的是环诺 然后左用键用的是欧姆龙 这俩微动开关的成本大概能差多少 看一下这个工程师的光电引擎 A9800 这个当年好像也是这个游戏手段专用的手段引擎 再拆个键盘 这个键盘外形一看就是想和iPad门当户对 但是这个充电口一看就和iPad不是一家人了 各种卡扣各种卡扣一圈卡扣 螺丝不够卡扣来凑 后边的材质是铝 我天呀 这现在是产品里面不放个配重块是不是都不好意思出场 这个配的有点夸张了 这属于青铜级别的配重 这什么段位 钻石 而且跟它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这个小电池了 看一下它这个控制板 就这么一个博通的蓝牙控制芯片 20730 这个电池小的是真有点意思 巧克力键盘 特别解压 键帽内部X型的支撑结构 就这三个鼠标 工程师 锤蛇精英 力胜 再加上一个不知名的蓝牙键盘 工程师鼠标获胜 工程师提供